香港當局正在處理當地發生的流感 這場流感已經造成超過320人喪生 很多懷疑感染病毒的人送到當地醫院的急症室接受治療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說目前已經有456宗流感病例 連長者是最常見的患者 目前很多強調預防措施的消息 例如經常洗手以避免傳播病毒等告示 都將貼擺放在多人聚入的繁忙地區